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主播大雄 昨天有人在群里面说 俄乌战争的消息比较少了 也有人指出这是在奥运会期间 俄乌双方停战了 现在确实俄乌战争方面的消息比较少了 但要说俄乌双方在法国巴黎奥运会期间停战了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都没有停战的动机 实际上俄罗斯跟乌克兰战争还在持续进行当中 只是由于双方在一个泥潭里面 没有更多的变量 所以最多的可能就是双方死缠烂打 这就导致双方多数时间都是平静期 是积蓄力量的时期 突然间搞一个猛烈的冲突 其实对乌军来讲 俄军的人肉冲锋比装甲进攻更有威胁 装甲进攻因为坦克和装甲车的目标大 乌军更容易在超市区范围内远程摧毁装甲力量 人肉冲锋的单兵个体目标很小 远程杀伤效果不好 只能让视距范围内的乌克兰士兵去抵打 虽然人肉冲锋会让俄军付出更多的生命 但俄军为了夺取更多的领土 并不在意付出士兵的生命 这是人肉冲锋途中被打死的俄兵 克里伯克方向 乌克兰武装部队正在斯塔里查以西推进 距离俄乌边境一步之遥 不过乌军基本上打到边境就止步了 目前没看到乌军地面部队进入俄境内作战的苗头 虽然有这个能力 泰伙士报消息 乌克兰已从荷兰获得的前6架F-16 不久将继续从丹麦接收更多 当地时间7月31日凌晨 俄罗斯从各个方向向乌克兰首都基辅 共发射了89架 包括最新型号的沙克德自杀无人机 袭击持续了7个小时 针对基辅的就超过30架 乌军记录了所有来袭无人机 无人机残骸损坏了13处私人住宅的屋顶 窗户和外墙 没有人员伤亡 实现所有来袭目标100% 被乌克兰拦截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因为有了F-16的空中拦截 俄罗斯总统7月31日宣布 预先支付给前往乌克兰作战的 核动兵的款额将增加一倍 所有与军队签订合同的俄罗斯人 只要签约 立刻就可以得到一笔40万卢布的签字费 这笔钱按照黑市美元价格计算 相当于2000美元 本月初 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称将从市预算中拨款 为每位报名去乌克兰作战的莫斯科市民预付190万卢布 莫斯科市民服役第一年的年薪可达到520万卢布 根据俄罗斯历史上的经验 当莫斯科圣比德堡这些大城市的市民被鼓励走上战场的时候 距离战争结束就真的不遥远了 尼古拉二师末代沙皇在向某人招手 俄罗斯兵力捉襟见肘的情况下 不得不付出高额资金 鼓励大城市市民参军 必然会造成财政支出的大幅增加 但是从收入上来讲 由于遭遇制裁和乌克兰的打击 俄出口油气所获得的收入正在不断的萎缩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周二发布的报告显示 截至2024年上半年末 直至2024年上半年末 该公司按照俄罗斯会计准则计算 路德净亏损4806亿卢布 与去年同期相比 俄罗斯天然气收入损失增加88% 平均每周损失185亿卢布 每天损失25.5亿卢布 每小时损失1.06亿卢布 开支增加收入减少 本就入不敷出的俄罗斯财政更加岌岌可危 更多细节表明 哈尼亚被杀是摩萨德特工在距离酒店不远处 发射导弹直接精准斩首造成的 换句话说 摩萨德就潜伏德黑兰 既然连哈尼亚这种伊朗总统重要的客人都会被杀 伊朗的高层其实也并不安全 在哈尼亚死后 伊朗特殊部门的高官纷纷担心起自己的安全 伊朗圣城旅指挥官伊斯梅尔卡尼将军出现在公共场合的时候 戴上了头巾裹血黑布 把自己伪装成女人 至于哈马斯另一位领导人叶海亚·西马尔 则早就习惯了在自己身边随时放几个未成年儿童 他知道以色列不会对儿童下手 所以他相信把儿童带在身边能保证他的安全 但是他自己却可以对以色列的儿童下手 包括去年11月7日遭遇袭击惨死的妇女儿童 他们总是嘴上说他们自己不怕死 然后让人民献出生命来响应他们的号召 但他们自己实际上怕死不怕死呢 看了上面图片 相信每个人心里都已经有了答案了 昨天除了哈尼亚以及尼巴南政党党二号领导人被斩首之外 俄乌战场还有重大消息 俄罗斯军队从三个方向向乌克兰发动了三场大规模的机械化的进攻 但都被乌克兰军队给击退了 大白而归 我们来分别看看这三个方向 一个是在康斯坦丁尼弗卡方向 俄军出动57个装甲单位 其中包括10辆坦克 4次1辆装甲车和步兵战车 另外还有10辆摩托车和1辆全地形车发起进攻 首位这一个方向的是乌克兰79旅 79旅火力全开 此战摧毁俄军12辆的BBMS 8辆坦克9辆摩托车和1辆越车 36名入侵者洗白 另有32人受伤 再一个是在布克罗夫斯克方向 乌克兰110旅 同样遭遇了俄罗斯大规模机械化的纵队的进攻 俄军动用了10辆坦克 47辆装甲战车和步兵 10辆摩托车和1辆越车 战斗持续一整天 结果以俄军的完败告终 乌克兰110旅的勇士 摧毁俄罗斯侵略军 12辆装甲战车 8辆坦克 9辆摩托车和越车 还有一个是在马林卡南部 46空突旅 摧毁俄军3辆坦克 2辆BTR 一门火炮 并对俄军后勤射施进行打击 俄罗斯军队必然从这三个方向 猛烈的攻击乌克兰阵地 意图是什么呢 估计是俄罗斯高层有点着急了 看到现在美国的选情越来越趋 现在美国的选情越来越趋利于 看到现在美国的选情越来越利于哈里斯 而不利于特朗普 便想在美国大选之前多捞一点土地 否则一旦将来哈马斯上台 俄罗斯就会非常的被动 值得注意的是 昨天俄罗斯阵营出现了一款 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武器 据报道 在哈尔科夫方向 武汉无人机拍到了朝鲜B-4反坦克导弹系统 该系统由8个导弹容器的发射装置主藏 被归类为非视距导弹系统 无需瞄准即可攻击目标 这是一种轮式底盘的非视距反坦克导弹系统 类似于以色列长丁反坦克导弹 和解放军红箭时反坦克导弹 该系统曾经多次出现在朝鲜阅兵式上 乌克兰表示这种导弹似乎摧毁了乌军的英智自行火炮 在俄方三月份发布的视频中 乌克兰从英国获得的AS-90榴弹炮 被俄军用一种类似标枪的反坦克导弹的 中顶弹药击毁了 这种弹药速度相对较低 不过俄军以往的任何一种弹药 而这辆AS-90榴弹炮在被摧毁之前 而这辆AS-90榴弹炮在被摧毁之时 距离前线约10公里 符合火鸟系列导弹的典型作战具体 如果这个事情能够得到证实 那就意味着 其实朝鲜在三月份就已经向俄罗斯提供这款火鸟导弹系统了 当前战场会案不明 很多人又对乌克兰失去了信心 其实我们看着俄粉的报道 就能够看出俄罗斯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战果 如果取得重大战果的话 它在一定俄粉群里面早就欢呼雀跃了 但我看到的消息 基本上这些俄粉群都在保持沉默 俄罗斯虽然也有进步 但是就像蜗牛一样在爬 可以说今年俄罗斯在哈尔科夫的进攻失败之后 俄罗斯已经没有在某一个方向取得重大战果 重大突破的能力 这还是在得到朝鲜的帮助 跟朝鲜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之后的情况 俄罗斯就像一个撒网的人 站在河边 他希望七月份能收获满满的一筐鱼 但在俄乌战场上 也只是收获了一个寂寞 在双方力量的此消彼壤之中 乌克兰将来一定会有发起大反攻的时候 在2023年 乌克兰反攻 乌克兰发动反攻的时候 还有汉马斯通过袭击以色列的方式 来吸引美国注意力 帮助俄罗斯分担战场的压力 现在 哈马斯正在土崩瓦解 哈马斯的实际控制人 哈尼亚也被斩首了 下一步 乌克兰 再次的发起了大反攻 到那个时候 又谁来帮助俄罗斯分担战场压力呢 没有了 这也注定了未来乌克兰必胜 我 吓锏 老 鬆